欢迎收看这节夜间新闻 我是何之宇 新闻首先赶快带您关心 在晚间9点半左右 一辆大货车不明原因 从新北五谷台64线高架桥上坠落 有一名男子被抛飞出车外 目前是没有生命迹象的 而这辆新竹物流的大货车 疑似是车辆失控 冲出了高架的道路 从大约5公尺高的桥梁上坠落 车体是横躺在路边 车头全毁 警销布报之后赶往现场 发现疑似驾驶年约50岁的男性患者 不过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警销紧急地将人送往医院抢救 而事故的发生原因 还有待调查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的转发生